掌声请出下一位求职者 赵一航 21岁 成都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本科再读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四川的选手赵一航 我就读于成都大学 是一名大二本科的再读生 那么我今天想来求职的是一个实习的岗位 我对于自己的评价是多元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来到菲尼莫属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实习岗位 我觉得什么样的实习岗位都可以 因为有一位知名主持人说过 如果你的人生有越多的第一次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可能更丰富 有异象企业吗 我了解过几个企业还都挺好的 说一说 我们稍后再说 再问一下 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少 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薪酬 我觉得现在阶段最重要的是积累 并不是挣钱 因为我还是一个大二的再读生 最重要的是积累 而不是对于一个金钱的一个追求 那你想说啥 啥也不说 你所有都是聊着看 看着聊 有问题吗 对于你来讲都没问题 你是求职者 都是你说的算 他今有此事 其实这以为我是在线下的面试当中 他可能 这几个问题回答完 就已经失去了机会 对于一些00后的求职者 我也想说大家求职的时候 一定不要获得去展现你的个性 而是你要知道职场的规则 因为我并没有写一个明确的岗位 您是要我们的各位企业家和人力专家 帮您来想一个岗位吗 都可以的 其实都可以的 我们不建议企业家写一个 当然如果让我说到 我觉得如果能够就是跟传媒有关的 还是挺好的 当然因为对于我们而言 其实我想不能做呢 行 我们的求职者赵一航 是一个典型的00后的男孩 他的实习岗位没有具体的限定 意向企业也没有 对于薪酬平均的实习生工资即可 工作地点也没有要求 对吧 对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闪烁七次 可能源于自己的不自信 他就是在想我的才华 是不是能被这个社会和这些企业家认可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是信心不足 所以说他会刻意地回避一些问题